李克强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陪同下 前往加拿大人冰球队的主场 蒙特利尔·贝尔中心参观访问 加拿大冰雪运动发达 曾连续两届包揽冬季奥运会男女冰球金牌 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成立于1909年 曾24次赢得国家冰球联盟赛冠军 两国总理听取球队发展情况介绍 两位功勋元老队员向李克强和特鲁多 赠送印有各自名字的一号纪念球衣 两国总理兴致勃勃地穿上球衣并称赞很合身 李克强说 我穿上了你们的球衣 表明我已经是加拿大人冰球队的荣誉成员 预祝球队在世界锦标赛上取得佳绩 两国总理共同观看了 华裔青少年冰球小球员举行的训练表演赛 李克强亲切地与他们一一击掌并互动交流 他说 冰球是加拿大的国球 蒙特利尔是冰球的故乡 很高兴同特鲁多总理一起领略冰球队员的风采 体验独特的冰球文化 随后 李克强与特鲁多总理共同为训练比赛开球 两国总理共同观看 不时为他们的精彩动作喝彩 看台上小球员的家长们用中文高呼总理好 冰场虽冷但气氛热烈友好 李克强表示 加拿大冰球队的座右铭是不找借口做赢者 我要说在中加关系与合作上 我们也没有任何借口 中加之间必须实现双赢 加拿大冰球队的座右铭